田富珍开工?四张专辑将推出黑胶版本生日当天开始预购。 田富珍近来忙于代言工作之余,也没遗忘他钟爱的音乐作品,《华言国际》一连在田富珍的生日当中,推出四张个人专辑点藏黑胶作品的预购活动以及全新单曲《爱了很久的朋友》,满足歌迷330生日惊喜因。 爱了很久的朋友的歌曲及MV29日晚间数位上架,席卷各音乐平台冠军,相关关键字也持续占据热搜榜单,歌迷用行动力支持田富珍的音乐作品,打造好成绩为他庆生。 忙碌的田富珍今年的生日是在工作中度过,而热情的歌迷则是在生日当天齐聚机场送鸡、接鸡,并送上生日祝福,令田富珍很感动。 当晚田富珍工作到晚间,加上隔天要在OPPO发布盛典上演唱,为了追求完美表现,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庆生安排。 也因为30号不在台湾,田富珍已提前与家人相聚庆生,好姐妹Sliner,Ella也约了她吃饭庆祝。 今年的生日愿望,田富珍表示,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自己与家人的身体健康。 让歌迷期待已久的田富珍2018年第一首曝光的新歌爱了很久的朋友,是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的插曲,也是继小幸运,解后的电影金曲新作。 这首歌由知名音乐人黄韵玲玲老师作曲,导演刘若英特地邀请她配唱,之前短Teaser。 推出时,刘若英就搞笑地在FB喊话田富珍小姐,您的头发可以分我一点吗? 歌曲《29日晚间》正式上架后,纯净温柔的歌声令歌迷大呼喜爱, 短时间内立刻拿下包括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3D iTunes、大陆网云云音乐等各地音乐平台及MV榜单冠军, 并连续占领微博热搜榜十多小时,田市场枪魅力让人无法抵挡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